前段时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给中国划红线,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反而即将面临来自中国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惩罚可能不只是在南海问题上。 据菲美的说法,中国海警人员夺走了提供给仁爱礁坐摊破船上的空头补给,这无疑向非方传递了明确信号。 既然菲律宾不按规矩办事,中国有的是办法回击。 1. 新规实施第三天,菲律宾强闯仁爱礁。 6月18日,据美联社报道,非方再次违背此前中非就妥善处理南海争议达成的共识,派出一艘隶属飞海警的运输补给船,闯入我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试图再次向马德雷山脉号运输物资。 据悉,当天,非运输补给船在进入仁爱礁附近海域后,便放下两艘冲气式快艇,试图凭借其机动性向马德雷山脉号快速运输物资。 然而,非方这一阴谋早被中国海警看在眼里,眼看非方想侵入中国海域,中国海警迅速对非船只进行喊话警告并进行阻拦。 然而,非补给船不仅不按规定接受检查,反而胆敢调整航线和速度,蓄意撞击按照航线正常行驶的中国船只,对船上人员造成严重安全威胁。 眼看菲律宾人都做到这份上了,我方也丝毫不留守。 在对其多次无线电喊话警告无效后,我国海警果断采取措施,强制逼停非补给船,并进行登林检查。 经过仔细搜查后,发现非补给船上运载了大量食品、药物等物资。 随后,中国海警驱离了非补给船,非方这一次挑衅中方的行动再次失败。 随后,中国海警连发两条消息,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 第一条消息,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法闯入我南海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第二条消息中明确了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菲律宾运捕船无视中方严正警告,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 导致发生碰擦,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 中国海警采取的行动合法、合理、合规。 对于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摊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中方的态度一直很明确。 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 中方允许非方补给必要的生活物资, 但需要提前通知中方,并接受相应的检查。 但非方却对中方的好意视若无睹, 假借运送补给之名, 偷偷向破船上运送建材, 被中方拆穿后不知悔改, 一而再再而三地亲闯中国岛礁。 既然这样, 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必须采取行动捍卫我国的权益。 更何况, 菲律宾这次选的这个时间点, 正值中国海警新规, 实行的第三天, 可谓挑衅意义浓厚。 根据中国海警局发布的消息, 从6月15日开始, 中国海警将实施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尽管中国出台该规定是为了细化中国海警的执法程序, 并不是专门针对南海局势而出台的。 但外界看到其中的针对涉外事件处理的相关内容后, 认为中国海警在南海针对他过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将上升, 对南海局势产生新的影响。 该规定出台后, 菲律宾方面反应强烈, 摆出一副要和中国硬碰硬的姿态。 飞军方行称将继续履行职责, 保护所谓的权益, 呼吁渔民继续前往南海捕鱼。 飞船只选择在敏感时刻, 强闯任爱交, 中国海警自然不必惯着,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菲律宾既然敢行动, 想必是敢承担起一切后果。 然而, 菲律宾方面却对自己的危险行径矢口否认。 飞防长特奥多罗就此事公开表示, 这一事件是因为中国危险且鲁莽的行动, 这违背了他们诚信且正直的声明。 他还表示, 菲律宾将竭尽所能保障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 并称, 中国的行动才是南海和平的真正障碍。 据悉, 类似的事件日前已不止发生一次, 就在不久前, 飞海警还派遣巡逻船前往中国南沙群岛的仙滨礁, 并试图派小艇释放潜水员进行水下活动, 但被中国海警及时拦截。 美航母提前撤离, 中国已掌握主动权。 为了鼓动菲律宾对抗中国, 美国在中国周边举行多场军演。 日前, 美国出动双航母战斗群在南海与菲律宾举行了联合演习。 不久后,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又将拉开序幕。 美国一系列的举动无疑给了菲律宾莫大的底气, 因此掀起了新一轮的挑衅行动。 不过, 中国也不是吃素的, 美军航母群在南海兴风作浪, 解放军直接出动三艘055万吨大区打头的驱逐舰编队进行实战化训练。 中国一次出动三艘055万吨大区进行训练的场景, 以往几乎没有见到过。 要知道, 此前一艘055就赶在西太平洋单条美军航母打击群, 现如今三艘055万吨大区同时行动带来的威慑力, 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 055万吨大区在南海猛烈开火之际,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突然离开了南海。 据飞方公布的消息, 目前有超过140艘船只在南海活动, 其中有20多艘是中国海军的船只。 有分析称, 考虑到飞军侦察能力有限, 这一数字可能更多。 美飞在南海联合演习, 中国则用密集的实战化演习进行回应, 同时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 即便美飞联手, 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也不会后退一步。 中国海军在南海各热点海域是有大批常态化巡航力量的, 而这些力量菲律宾海军也难以应对。 在中国的岛礁周围, 中国事实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任何挑衅举动必将遭到强有力的回击。 美军航母群撤离或许也是看明白了这一点。 三, 马克思试图将东盟扯入泥潭, 遭严厉拒绝。 除了向美国摇尾起连, 加强于美国的联合军演, 以及将中导系统部署到自家国土, 菲律宾还购买了来自印度的大杀器, 希望借此加强自己面对中国军舰和海警船的底气。 综合外媒及公开情报消息, 菲律宾正在西旅宋岛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 建设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发射阵地。 据照片显示, 用于导弹组装维护的设施和储存导弹的库房都已出具规模, 旁边区域的空地上也有地基出现, 可能用来建造容纳发射车的车库。 据悉, 这一设施从非订购布拉莫斯导弹的2022年8月就开始建造, 在首批导弹交付后已经加快进度。 从地图上得知, 该导弹发射阵地的位置在菲律宾三苗里市, 正对着我国南海, 距中非争议领土黄岩岛仅250公里, 战略意味已经十分明显。 并且, 布拉莫斯导弹与导弹发射车配套具有完善的机动能力, 在发射后可以转移阵地, 避免受到打击。 除该基地外, 菲律宾还可能计划在西旅宋岛北部部署布拉莫斯导弹, 将旅宋海峡纳入其打击范围内, 考虑到美飞目前正处于战略靠拢, 未来作战时, 飞可能就会利用布拉莫斯与美侧营, 袭击通过旅宋海峡的我方舰艇。 除了军事意义, 军售的政治意义也不可忽视。 在中印因边境问题陷入紧张对峙之后, 印度就配合美国, 也提出来自己的印太战略, 并不断企图利用军事、经济、政治等手段插手南海局势。 像菲律宾售出布拉莫斯导弹, 就是贯彻其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也是在国际军火市场站稳脚跟的尝试, 除了卖导弹, 印度还派遣装备该型反舰导弹的德里号驱逐舰 访问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多国, 插手亚太局势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 菲律宾还盯上了东盟国家, 试图让其站在美菲一边, 但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有着清晰的立场, 菲律宾的企图自然不会得逞。 最新消息显示,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公开表示, 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 绝不会卷入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与安瓦尔看得清楚不同, 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甘愿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将自己陷入尴尬的处境, 现在更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除了损害本国的利益, 毫无意义。 安瓦尔虽然强调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但他表示将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与合作。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马来西亚的许多基础建设项目都是由中企承包的, 可以说中马合作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典范, 马来西亚选择搁置南海争议, 与中国共同开发的举措, 也值得菲律宾学习。 如今的东盟内部, 可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愿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中, 执意要当出头鸟的菲律宾, 该好好想想了。